小时候在学校里有好的表现或是有好的成绩 老师会发给一张印有优字的小卡 这张小卡代表大家对于你的所作所为给予肯定 持有的张数欲多代表你欲优秀 学期末还可获得特别的奖品 对于学生们来说这可是天大的荣誉 这是一种荣誉感的训练 什么是优呢 字面上的解释优良优秀好的行为好的成绩都可称为优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生日趋富裕 贫富差距大幅缩小 资讯发达的时代 各种新的资讯冲击着每一个现代人 这种现象在生活上自然很容易的就会造就了许多很聪明 很优秀的人 现在要找一个看起来很呆的人 说实在不像从前那么容易 现代人每个人都很优秀 而且因为钻研角度的不同 在不同的领域里各自拥有一片天 不只人是如此 日用品 食品 家电用品 电脑汽车等等产品 在这个大时代里也都有着很大的进步 随之而来的是更强烈的竞争 人和人的竞争 商品和商品的竞争 要如何才能在这个强烈的竞争社会里生存下去 甚至于出人头地 领先群雄 成为现代人的首要目标 现代人的特质理由变成是必备的条件 这是应该要有的 这是必须要有的 已经没什么好表扬的了 不过也没什么啦 日子还是要过下去 为什么在差的景气 明天门口还是大牌长龙 为什么在苦的环境还是有人如鱼得水 是他的八字很重吗 还是他家祖先埋队地方呢 我想 这是大家都是急切着想去了解的重点 其实 答案就在我们身边 当你有需求 想要购买某种物品时 你的选择思维 你的思考模式 就是标准答案 如果你要买车 你会想到什么 厂牌车型 价格性能 安全性 是用性 等等 由于竞争十分激烈 往往为了标榜自己的产品 是如何如何优秀 在说明书上 也会详细列出同性质产品的比较表 让你很容易就可以比较出差异在哪里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出特点 所谓特点就是 只有我有别的地方找不到 而且 这个特点 要是十分实用性 并非装饰 用如此 才可吸引买家的内心 在产品销售上 最强有力的 最吸引人的特点 就是降价求售 成交率也最高 但是这种竞争是个无底洞 是恶性的 并不健康 违反人类社会的生活法则 身为现代人不耻不屑这种原始人的作为 现代人走的是温馨的路线 走的是优质服务 走的是人的特点 为什么要创造出人的特点呢 产品的特点是有时效性的 竞争对手一样是在进步中 今天的特点明天不一定是 只有人的特点是无法取代的 你想成功吗 你要成功吗 你有特点吗 弱弱地提醒您 特点只是成功必备的条件之一 至于其他还得看老天爷的安排哦 祝你早日成功 谢谢你的收看 下个影片再见了